先前复兴航空发生澎湖空弹 除了机师是不是超时工作引发注意的话 还有另外是注意到的是台湾的航空业恐怕要闹机师荒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问题全球都有 现在也因为外籍航空到台湾来挖脚 光是今年的5月份跟6月份 这个数字呢就看到是我们国籍航空 华航长荣跟复兴两个月就已经被挖走了 有100个复机师 这个数字的确是非常惊人 这么多人选择跳槽 当然理由就是因为条件开出来 待遇很优渥 除了复机师跳槽之后变成了机师 月薪也差很多 您看到台湾航空公司的这个机师 跟复机师的价格 大概就是月薪是20到30万元左右 但是呢其他的外籍航空 像是这个阿联酋 还有虎航跟春秋航空 开出来的动则都是五六十万的薪水 这样的优渥条件当然就吸引人跳槽 也因为这样子很多人想要加入航空业 我们再来看澳洲政府成立了航空学校 今天在台北开了说明会 开出了包括机师跟空服员的训练课程 吸引了将近百名的学生跟社会新鲜人参与 航空这个产业的话 一定对这些公司就是都不陌生 澳洲航空学校的说明会上 坐满了干毕业的年轻人 仔细读着手上资料 向往航空业看准的就是有我行资 机师的薪水又很高 那想说就是 从从看 从从看 看能不能再当上机师 福利保障好像都蛮好的 就是蛮吸引人 和航空学校的照光面对面 进行英文面试 如果真的拿到入学门票 机师训练一年学费高达220万 空服员课程6周15万 愿意砸大钱出国受训 就是因为台湾的空服员 平均起薪一个月5万元 机师平均月薪约30到40万 如果被挖角到中东的航空公司 薪资还能翻倍涨上看60万 比起一般社会新鲜人的20几K 实在高很多 但这几个月空难事件平传 不会削减他们从事航空业的意愿吗 大家会担心啊 可是这是一定的那个风险嘛 就是薪水高 然后就是薪资又很优温 就是我有一定的风险 这些年轻人为了圆梦 愿意承担风险 而且还能摆脱台湾的低薪环境 这也难怪航空公司 每次真才都爆满 显然航空业 已经成为不少人就业的第一选择 UDN TV 李文浩里中线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